嗨 各位好啊 這一本強化以太魔書 沒有用鐵柱點好久 終於加10了 這個原本 我是有點到兩本加9 退到剩兩本加6 然後又點點點點回一本加10 這個全套也是 所以說如果5級武器 你沒有用那個 這個鐵柱的做副鐵 其實退回的機率還蠻高的 雖然只有退一 那現在我們就是要來拼 這個加11 因為加11之後才可以 才可以升階嘛對不對 那如果你加11沒有用鐵柱的話呢 它是會爆掉的 你看它這裡有一些 加11上LE武器 經驗加11到加15使用 但是失敗會破壞裝備 所以說一定要有鐵柱 這樣確定有 那我們就來點點看 好先準備兩顆 1 2 3 希望可以一次過 1 2 3 過 沒過 再一次 1 2 3 順利一點吧 唉唷 兩次就過了 所以說 我這15%也太好衝了吧 你知道我 那個加0到加10多虐嗎 已經衝了 應該5天有了吧 它都 我幾乎每天晚上有空的話 就衝一下 它都退捏 它一直退退退啊 然後又前進又退 進進出出的 跟幫糖進一樣 實在是 身心俱疲 但這個經驗 實在是也蠻好玩的 那 前面那邊 其實有些片段我有錄啊 但那個就不放 因為那個火太龍長了 一直進進退退 一直進進退退 所以我想說 好不容易點上加10了齁 就來 拍個影片 看看加11 幾次可以過 做個紀錄 那沒想到 這兩次就過了 還準備了 還準備了 100個鐵匠祝福 想說今天機率這麼低 應該沒那麼好衝 那 就是 點兩次啊 其實我覺得它15%的機率還蠻高的 因為我之前衝那個 衝這個合金光以太拳道 那個加11的 也是三次過一耶 所以說好像還不錯 那那個 可能是因為加11之前 那個加10啊 我都沒有 都是裸衝啊 所以失敗都退退退 那 今天影片 有點短 大概就這樣啊 沒想到就是 兩次就過了齁 那之後我會再做 這個 強化以太光魔術 跟這個 神話英雄杖 的比較 那 這一本是 之後會去 做升階啦 但後 如果想到升階之後 要從0到加11 就覺得很煩 那我再考慮看看 或是看朋友那邊有沒有已經升階了 會拿來做測試 那今天影片 就先到這邊囉 呃 喜歡衝裝的人 可以考慮玩玩看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這幾天晚上 有空 都在玩他的這個經驗系統 那就 先這樣囉 之後有 這個 呃 測試 武器測試影片 再跟大家做分享 掰掰 掰掰 去看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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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